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经营很久的一个情报单位 你知道吗 823炮战一开始开打 第一颗包弹落下来 打死了我们三个陆海空的副司令 包括吉星文 包括赵永湘 包括张杰 这都是情报工作 当年去金门服役人跟我讲说 他一到那个地方 然后包括对岸就会心战喊话 郑诗诚少校恭喜你调到金门来 你的妈妈在我们这儿照顾得很好 对岸的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好 情报工作非常非常重要 这是当作军人或国防单位的最基本的SOP 我们竟然把这么重要的资料全部公布 根本就对岸也不用做情报工作了 就直接 哎呦 哦 赞哦 这是怎么会这样 然后我们绿营就说 对不起 追查无上限 这个讲屁话 这是官话 你都 我给你讲 这一份出去之后 完蛋了 整个的建构干嘛的 你就得重新再来过 不然完蛋了 人家寻线追 就可以到处追 追到很多的角色 你知道我们国防部 最近就出了很多的问题 对不对 最近10月10号 这个孤立雄讲的 我们302 就是302营士兵实弹射击 射击竟然这个子弹贯穿脸颊 当场死亡 他们说在这个准备区哪一来的实弹 我们的国防部 最近老是出了这些包 我查了一下 我们国防部最近这些日子出的包 6月17号 陆军新兵在那边 你知道吗 我们进去以后不能带手机 对不对 没有 他在里面 抽烟 然后耶 拍照 然后照片传出来 这是最基本的检查 最基本 我请问你 他如果不是我们的新兵 他如果是一个间谍人士 我们军影说的东西 不会被他拍光了吗 这是一点 再来 最近黄国昌说 对不起 我们不说不能用大陆的东西吗 请问一下 你拦纸部用的是什么 太阳 这叫逆变器 是大陆做的 他们也承认了 请问一下 怎么没有追到 然后呢 更扯的 农业部的农水署的监视器 在桃圆石门 然后呢 他本来是 他本来是照这边的 就会被吹歪了 就会对着军营大门 对着里面 里面在操练干嘛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 被骇客入侵 还拿来卖 不然 被吹歪了 跟军 跟这个军营无关 可是有镜头 对着军营在拍 你军队人不知道吗 没有去检查说 怎么会有人 对着拍呢 那如果不是 这个农水署的 是别人的 你怎么办 这就是问题所在 很多东西 我们情报工作 如果没有做好 自己泄露 我觉得自己 给自己挖个洞 挖个坑往下跳 对啊 只不过是为了 要做一个财产申报 就搞到我们 连情报员的 这个身份各自都外泄 像这样觉得 自己是已经做好了 备战的准备吗 预防委员 你知道这个事情 最大冲击 三个层次 第二是国内 百姓会对我们的 国安单位 对我们的国防单位 非常的没有信心 因为你们自己人 这么重要的资料 都会外泄了 而且还自己人搞的 所以百姓会 信心动摇 第二个呢 是我们跟海外 有些国家 是进行情报交换的 情报合作的 这些国家会去想 你们这么重要的事情 都这样干 那我跟你进行 情报合作 搞不好 我的资料也外泄 然后追求源头 就追到我这里来了 对我自己的情报的 业务的推动 是会有问题 所以他未来 跟你合作的意愿 会降低 跟你交换的资料 会比较不那么机敏 第三个其实 最危险是第三个 不满意说 我们国安单位 当然在海外 一定会有 全世界都这样做 所以我们也会有 都会有派驻 所谓的情报人员 这些情报人员 有些可能是在 我们比较友好的国家 所以他们如果有问题 他就把他召回来 就没有事了 但是有些是在一个 对我们不是很友善的地区 或是不是很友善的 那些国家 那这些人的化名流出去 跟其他机敏资料 流出去的结果是什么 人家就会进行比对 就会去查 就很可能就追踪到 这些人 就整个他们的身份会扑漏 他们的人生会变得非常不安全 你知道我们在东南亚 就不讲哪个国家 就有两位某单位的上校 就这样子被抓到 中国大陆去了 所以我们在很多国家 不得不不见情报人员 可是他们的工作环境 是困难的 而且是危险的 那你这些资料扑漏 我的感觉 很可能很多的 某些地区的情报人员 一夜之间就必须要被召回 因为他不召回 他身份扑漏 他被比对完了 身份扑漏 那个扑漏出来 接着他们就发生 人身安全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 看起来是小事 其实是个非常大事 三个层面的冲击 坦白讲都蛮大的 是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真的做好了 备战的准备吗 被战的鬼啊 我们请问一下 我请问国防部 当天的这个2024联合力建兵 这个你知道吗 不知道啊 然后最后才发演演习 我们国防单位 自己都给自己出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